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對於港獨和特區政府對於港獨是以寧容忍和無空間 我們看到民族黨不單是在黨國宗旨內提出港獨的主張 而事實上有不少的報道和證據都顯示他們是在香港以外 和一些政治團體包括台獨組織、僵獨組織、藏獨組織有聯繫 他們亦都在大專院校中學、小學宣揚他們港獨的主張 這個明顯是違反憲法和基本法 我們是反對民族黨的行為 我們亦都覺得現在政府做的禁止的行動是合法、合理、合情的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堅實相關的行政情 而且繼續在這段時間裏禁止民族黨的任何宣揚港獨行為 我們相信這個港獨行為是不會為香港市民接受 中央對這個問題亦都是一個隱瞞的態度 我告訴你 鼎說一下幫我發言 好 我就作一個小小回應 第一就是對於政府打算禁止民族黨的營運 我認為這個決定都是合法的權力 一切是依法、犯事、遙格、執行一個港制 如果我們看吳俗黨過去是毫不諱而言 去主張推動香港獨立分裂的國家 如果我們看回社團條例的第八條裏面 是定明如果有任何的組織 它是損害到這個國家安全 政府是有權禁止它的運作 而這個國家安全在社團條例的定義 也都是定明得很清楚 就是講到是為了中華人類和國的領域完整 所以這件事我相信是非常的清晰 我認為這次都是依法辦事嚴格執行一個民制 那問問問建聯其實應該是一個紅線 應該在哪裏呢 就是譬如其他的政治組織 譬如香港的眾志 你覺得應不應該都有 come to the same specification 我覺得很清楚的 就是如果你的政治主張是主張港獨的話 這個是違反了憲法和基本法 這個是不能夠接受 也都不應該在香港裏面 有相關的社團的運作 甚至沒有政治組織存在 我想說這個會不會以為一次 那麽沒有台北的一個這樣的政黨 是否以我所有的民族組織在那裏面 我們很清楚看到呢 其實香港有很多不同的社團存在 也都有不同的政治組織在那裏面 但是呢 只有這一個呢 是在它的宗旨 在它的黨綱裡面明確講明 是要香港動立的 那麽所以我覺得其他的組織 主要是依法地去進行它自己的一段段 要是它自己的理念 這個是絕對無法 但是如果你是主張黨獨 主張違法的話呢 這個就應該按照香港的法例 拿機構法會不取締 但是你眼見有沒有其他的政黨 都可能會有機會跌入這個紅線的議題 我想這個都是看回他們自己本身的黨章 和他們自己的言行 我們不是一個執法機關 我們都不應該去主動去調查 不過民族黨它自己本身的行為 我們看到它勾結這個港獨台獨 在學校裡面宣揚黨獨的信息 這個是非常之清楚和確確的 這個不是人家屈他 而是千真迷惑的一個事實 你認為這就是在法律上的自由的信息嗎 首先我認為這次政府的願望 在這次的願望 要禁止的行動 由香港國會議員 是有所謂的 因為在香港國會議員 香港國會議員 都在香港國會議員 在香港國會議員 香港國會議員 如果您看《8》 的《社會議員》 它明明明 if any association is harming the interest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government is allowed to prohibit the operations now the national security if you read the law the definition stays clear national security means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 I believe that this time the government is the intent to prohibit the operation of 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I think it is reasonable and it a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It is a reason for whethe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going to continue with the law i need to continue with the law i need to practice I think there will be no further regulation of the law in a country is a lot of people do not trust the law so that this time the government is working on the law not the law in a country of the law ens the law so that the law Let us know 23 The law in a country are any more in a country 而沒有盡快就住那23條例去立法 我想講多個觀點 可能有些朋友說 這個會不會影響到言論自由、結社自由 但是我想講就是 不論任何的言論自由或者結社自由 都不包括港獨的自由 我只是講多一點 關於這個結社自由 如果大家看回 就算是我們香港人民法案條例 裡面都定名得很清楚 香港我們擁有的結社自由 也都是依法享有的 也都是可以施加一些限制去確保 這種結社自由是不會損害到國家安全的 如果我們看回香港人民法案條例 也都是定名 這個結社自由也是依法享有 但是也都是可以施加限制 限制是不能夠讓它損害國家安全的 所以這個也都回答了剛才 可能有些的提問說 會不會執行這個條例 就是所謂的違反結社 而言論自由 我認為這種說法 也都其實自虛會有的 不需要太過擔心 那如果提倡自虛的人 有沒有影響到國家安全的 有需要用各種的手法去處理他們 我想其實呢 剛才阿赫的說法都很清楚 我想我們基本上是 一切都是依法辦事 我們都不是評論各國不同組織的做法 我相信執法機閣 它會根據個案裡面的情況去做一個判斷 但是整體來說呢 大家一定要清楚 現在我們的社團條例 是的確定明很清楚 如果這個組織呢 是損害到國家安全呢 政府當局是有權呢 作出禁止它的運作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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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